农历春节即将来到县议员谢国荣和市民代表谢宜萱 30号在花莲市白灯塔公园办理了宋春联谊活动 并且邀请书法民师曹长丽等人现场回号 前来领取的乡亲可以说是相当的踊跃 30号一早在新营萱谢国荣市民代表谢宜萱服务处赞助的 花莲市民校社区发展协会来主办的牛转乾坤春联嘉年华会活动 邀请书法民师王安科老师田运生老师等大师 在花莲市白灯塔公园进行现场回号 自然大家一幅春联往往全全依照市民的需求前来领取 今年是牛年因为我们每年我跟谢宜萱谢代表 今天跟我们那个李长明星李长 还有跟我们那个明孝李的社机理事长一起合办 然后这个牛年来写春年 本来我们每年都是在重庆市场那边写 然后今年就移到 因为我们重庆市场日出相业大道在做 所以我们今天移到这个美轮市场这边来 跟这个社机结合 然后写春年来送给我们这个 这个史书伯伯跟这些买菜的婆婆妈妈们 因为牛年到了 然后过年要到 所以要有一个过年的气氛 所以我们这次联合社区跟里长们来办这个 春年写春年的活动也请了很多的大师来这边写 祝各位牛年行大运 也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主要是说这个疫情当中 很多的活动都不能办 只有户外活动可以办的话 我们今天就来这边办这个写春年这个活动 牛年行大运 祝各位相信 新年快乐 恭喜恭喜 先言谢国王和市民代表谢宇轩表示 送春年活动已经迈入第五个年头了 可以说是深得市民们赞养 服务数也是本则民意的角度来办理 在农历春节来到之前 家家户户都有春年可以挂在门口 同时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记得终于华世卫老